委員好 市長好,市長 緊急醫療有35條街,你有同意要設立嗎? 這個要做AED的博文 當然我們 網社啦,因為我也有連署這個提案 就是希望在250人以上常常通過的公共場所 就設置一個廣社的話,你有同意嗎? 我們會把它納入這個執法裡面 納入執法裡面 那這樣的話,我想可以救很多人 因為現在好像這個越來越多 尤其在短時間內 沒有適當的處置、救治 或者心臟電脊的話 恐怕也很難往回寶貴的生命 是,真的非常重要 是同意的是吧? 是 OK,那這樣沒問題 那有關醫事,正義處理法跟 這個醫療事故補償法 那麼本席這次提案 這個,就是有建議 現在在醫療糾紛 沒有一個統一的協調機制 那 而且在這種糾紛的行政調處成功力 大概只有六成 但是現在家屬真的是 常常會覺得懷疑 其實他 我也接受過那個陳情 明明已經87歲了 但是他說 好好的啊,身體都很棒 去醫院幾天就沒了 還有這種懷疑 要我們去抗議 要我們去陳情 或者跟醫院談判 之類的等等都有 那這些都很不放心 那所以在這 表示說 現在這一次我們有 雖然我是第一個提出這個法案的委員 但是我看現在有另外幾個委員提案 表示朝委都很認同 那 這個 署長你對於這個 處理法 這個 正義處理法 你同意嗎? 是,現在因為我們正在 行政院也正在審查 那今天下午也第三次的審查 所以我想等到出來以後 我們大家並案一起來討論 當然我們這個是非常好的方向 對啊,本來我提案以後 因為有幾個案子還沒有進來 我想等 包括這個委員的副委以後 那後來 沒想到這一次我們的劉招委 都趕快排了 這個表示對這案子的重視 那我們應該 應該 朝委既然都有共識 是應該要趕快 演你這個措施跟配套 對不對 是 因為每年照這種推估方式 大概 應該會有四千多位 四千多個醫療糾紛 五千 現在五千四百個 現在五千四百個 每年的五千四百個 衛生署的統計是 衛生署的統計就五千四百件 是吧 嗯 那 這個 我們面對現在的 這個人心的 這個思維 對不起 那個是整體的 大概 真正上法庭的六百件 沒有啦 我們 這個 每年在醫療審議委員會 只有 這個鑑定的案件只有四百三十件 那 表示說我們推估的部分大概 會有四千三十件 意思就是說 他們對這個案件 對於醫療案件有質疑的啦 十倍 齁 質疑的啦 大概推估大概有四千三百件的醫療糾紛案件 齁 那麼 在先進國家 都會有一個 有很多的不同的制度嘛 那 我想我們現在提一個就是說 讓 這個 先經過 這個醫療鑑定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 這個 患者啊 都是比較弱勢的 那醫生在開 開立的時候 或者 處理的時候 或者 在 這個 護理過程之中啦 一般 的家屬是完全不清楚的 那這種狀況啊 如果我們沒有 這個 調處的 這個 機構 這些機構能夠馬上取得 這一些 醫療過程的這個 整個流程啊 真的是對於這個患者是弱勢 所以我想 不只 患者家屬要質疑 那 醫生 也很擔心啊 如果出了事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想 這個 醫師正義處理法 那個 我想 署長在面對八十二條之一啊 面對我們醫生 現在 很多的 這個 四大接空 五大接空 六大接空 裡面啊 這個 兩個案 可以說是相形的重要嘛 是 非常重要的配套 對 所以 如果能夠先通過的話 那八十二條之一啊 大概就解決了大半了 幾乎都解決了 對不對 那所以你們對於 醫師正義處理法 這個 署長 這邊有沒有什麼 你送到 這個行政院這邊有沒有什麼 這個 在 今天要審嗎 對 今天下午第三次 那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沒有 那 因為都是副署長去 所以我想我請他 請問 我們現在連這個 整個 流程都已經做 做好 那這目前是 呃 跟這個 各部會都有比較強的共識 那希望今天下午 是不是可以最後一次的話 政委這邊呢 還有什麼其他意見沒有 過去 這個都是政委 我們一起畫出來的 都是政委畫出來的 對對 因為這個不趕快通過的話 我想爭分是難免 而且齁現在 經過法院的幾次的高額 這個罰款的判決齁 不只醫生心態保守啊 連患者都質疑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這樣啦 沒辦法罰那麼多錢 就是有疏失啦 然後醫師的這個 高超的品德又受到質疑以後啊 那更做不下去了 變成會防衛性的治療 那這樣的話 又害了患者 所以有惡性 這個惡性循環以後啊 我們的醫療品質 真的是 越來越令人擔心啊 所以你現在 今天這樣 有什麼 有什麼困難嗎 是我想 現在就是 一方面我們行政院在審 一方面也大家 接受大家的這個建議 我想這個 我們會做的 把它做得更完美 把它做得更完美 那在這個醫事 尤其在這個 我們在調解這個 調解人的地位 可不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取得完整的這些證據 對 這個過程跟這些 使用藥物跟物理的證據 是不是在 讓這些 鑑定人員 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取得完整的資訊 是 那我想你來提一下 大委員 我們那個 院內調解之外 院外調解的機制 其實呢 還是在尋求雙方的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點啊 所以通常是不介入就是 這個事實真相過失的判判斷 那但是到後端的補償機制的時候 就會有鑑定跟判斷的這個部分 那不不 爭議處理法的時候啊 因為 常常齁 因為加這個 病患 是比較弱勢的 他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 跟這個 資訊不對稱的狀況下 他當然是比較弱勢的 對不對 但是你在這個 爭議處理人員的 這個位階 你應該有一個很明確的 他可以取得到第一手的 這個資料 完整的這個資訊啊 這樣對患者才有保障嘛 對不對 也才公道嘛 要不然的話 真的 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你說叫患者能夠認同 你們到底這個 這個處理機構 處理人員到底是不是 能夠公平的來對待 他都被說處理了 怎麼去調處呢 對不對 所以爭議的 處理的這個機構 一定要讓他有 這個完整 權力 可以取得到 第一個是完整的資訊嘛 不是這樣 對不對 我想那個林副署長 除了院內有關外小組以外 我們這一次呢 是在院外 要設這個相識的這種團體 讓病人第一個 在兩個工作天之內 得到這個病例 跟所有的相關的資料 第二個因為資訊不對等 所以我們會在院外呢 設這個諮詢的這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是由我們衛生署來 support 這個不 我想我提出的還是要有專業 還是要有外面的這個專家學者都會參與的 不是只有 調解委員會有法界跟醫界 每一個案子都會有法界跟醫界的人士來做調解 我覺得兩天還是太慢了 因為你們在這個 醫治的過程 時時都備載 而且記得非常的清楚 我現在擔心 現在擔心 我現在擔心的是 未來如果家屬有質疑的話 那在處理上就會比較棘手 因為他都不信任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是覺得說 應該要能夠越早越好 而且能夠讓家屬能夠信任 我已經掌握了缺缺的這個醫療流程 那這些流程 對這個也不會 因為資訊不對稱 讓家屬有所質疑的話 這樣調節起來 才有才比較公平公正 對不對 家屬也才能夠比較接受 對不對 那未來的補償的部分 也可以透過 我們的這個 是保險 或者基金的方式 那你們現在計畫 採用什麼方式 行政院版的 目前是用採用基金的方式 這基金的鑑定是有兩個 第一個因果關係 第二個 他是不是有這個 判定他是不是有過失 但這個不是剛才提到的鑑定 鑑定還是最後 在衛生署的醫療鑑定委員會裡面 這個前段的爭議是調節 他不是判定 也不是在處理的唯一手段 他只是前段讓雙方能夠互相的確信 能夠理解 然後這些爭議能夠得到 擬清而已 前已經進入到補償基金的時候 可能就有這個判定 那就是判定有問題才會到補償的基金 現在所以我問前段才問後段 那補償基金的話 我想我們也應該 如果真的到後段的話 還是要比較寬鬆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受害的家屬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疏失 有一些可能是 做嚴重過失或之類的 應該讓家屬更能夠補償 我想我們都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 因為每個人生老病死都會碰到 所以讓這個受害的補償 能夠優渥一點 也可以彌補民地人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